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女人 家庭的盛衰 看母亲 男士都期盼娶个品貌俱佳的妻子 孩童渴望自己的母亲贤德温柔 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温宛 舒惠 这些人之常情自古都没有变过 唯一改变了的是现代人对女子的教化准则和方法 现代社会已经不知道何为贤良舒惠 该如何培养懂得相夫 教子 孝亲的女孩子了 从本期开始 我们会分四个系列 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传统文化中 对女子教育的点点滴滴 此古呢不发关于女教女德之书 女德也叫做昆德 大地为昆 孕育并承载万物 那么在历史的古籍如《女戒》《女训》《女孝经》 《女儿经》等著作里又是如何描绘 既有昆德的母仪天下的女性的形象呢 温良公俭让的《上善女德》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 我们分下面四个系列来简要的表述如下 一 修身 二 相夫 三 教子 四 孝亲 五 和气 我们先来讲一下修身 女友四行 一 约复德 二 约复言 三 约复荣 四 约复公 悠闲真敬 守节整齐 行己有耻 动静有法 是为复德 择此而说 不道恶语 诗然厚言 不厌于人 是为复言 惯患晨慧 服侍仙洁 沐浴以食 身不够辱 是为复容 专心仿计 不好戏效 节其酒食 以供宾客 是为复公 此四者 女人之大功 而不可罚之者也 第一呢 从上面的古文都很浅显易懂 这里特别就复言的要求细则 具体说明一下 作为修炼人都知道 修口的重要性 当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中 对复言的要求 会发现很有启发 古语说 一个人如果和颜悦色 给人讲道理 那怕是性格坚硬的 像石头一样的人 也会受到感动 而改变自己 如果说话艰僧刻薄 出于伤人 灾祸就会像是烈火 燃烧平原上的草一样 迅猛而无法挽救 又说 人的口如果能向门户长臂 不肯轻易多言乱语 说出的话就能长久 人讲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一发而不可收拾啊 由此看来 古人对妇女说话要谨言慎重 要求的是多么的严格 上书牧师有言 母鸡若像雄记一样 早起名叫 是家道要败落的征兆 作为性情悠闲的妇人 多言多诗 不如寡言 善于自持者 必须要加慎养 第二呢 在古训中 对女子的另一个重要要求是 要卑弱 卑指的是谦卑 弱指的是柔弱 谦卑和柔弱 代表女子最重要的德行 这里的卑弱指的是 厚德载物的状态 弱体现着上善弱水的品行 如果古代女子做不到为人谦卑 善良柔弱 也就失去了女德 古代的人生下女儿三天后 就让她睡在床下面 将织布的纺锤和瓦砖给她当玩具 让她睡在床下 是表明女子应当柔弱 谦卑 以纺锤和瓦当玩具 是要体现女子需要拥有辛勤劳作 勤俭持家的品德 那具体要求还有很多 例如呢 待人要谦卑恭敬 不可怠慢任何人 遇到好事 一定要先让别人享用 自己不可争先 做了有利于别人的事 不可声张 受了委屈 也不要举变白 时时刻刻 小心谨慎 低眉顺目 每天最早起床 超时家务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把饭菜做得可口美味 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齐 每晚安对家人都休息了 自己再去休息 这样培养出来的女子 怎么不让家庭兴旺 幸福昌龙呢 现代人看到上面的规范要求 一定是瞠目结舌 被放大了的自我 完全无法接受 把自己置于人中最底的地位 复兴传统文化 从我们了解传统文化 践行传统文化 传播传统文化开始 一个个鲜活的完美淑女 贤得富人 一定会成为世人的效仿典范 古德中的要求 虽然具体详细 但是纵观历史 真正能够做到上面要求的女子 还是少之又少 三 各种古籍中 对于女子如何做到 险境有很多要求 比如 女乐语中 要求女子走路 不可左顾右盘 坐落时不可摇动膝盖 膝盖相贴 更不可叫二郎腿 站立不可摇动裙摆 说话不可高声 露出牙齿 在古代违反上面任何一项 都会被认为是贱相 同时要求欢喜时不可高笑 懊恼时不可高声 做不到就是倾向 倾尖二字 罪伤正派女子形象 女儿精幼说 修女容要正经 一身打扮甚非轻 涂脂抹粉有小事 实体端庄有重情 慌疏头发洗净脸 整洁自是好仪容 衣服不必零螺断 缩眠衣服要干净 一家衣服需搭配 一箱叠板 莫乱拥 古代的有教育女子 都是被要求动作闲净 姿态安详 动静温满有度 举手投足 端庄恭敬 古代的礼节源于周礼 包括吉礼 家礼 宾礼 金礼 兄礼 五大礼体系 就是一个家礼 就又涵盖了饮食之礼 宾舍之礼 庆贺之礼 等等 每个礼拆开来 又包括无数的细节 旧女子在何种场合 如何站 如何坐 如何抬手 如何握杯 奉茶时 如何移步 如何控制语调声音和笑容 都有非常非常具体的要求 在当下的环境里 完全效法古人 已经是不现实的事情 但把握和学习大的礼仪脉络 和主要调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世人都知道神韵美 神韵的艺术家们 在舞台上的一饼一笑 一指一动 都完全符合传统文化的礼法 棘手投足间 低眉举目处 无时无刻不再传递着一种纯正 纯善 进而纯美的场景 其实万法归宗 不管肢节多么繁杂 让身心时时充盈在 真善忍中的时候 一几动都会是最合理法的 神韵的艺术家们 在舞台上演绎着 最传统最美好的形象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不是也在演绎着 最纯正最美好的形象吗 只是这个舞台要求更高 来不得半点马虎 一个不小心就让观众心存芥蒂 影响了他们和他们的众生被救度 人世间更是一个要求更严苛的舞台 我们眼中 有了神韵的艺术家们的榜样示范 演出一个神韵十足的温良公俭让 绝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神韵的女艺术家们的肢体语言 就是女子行为的榜样 不管是动还是静 是言还是末 都从容有度 下到好处 处处彰显女子的富仪端庄 在哪里都是一朵 出于泥而不染的莲花 那关于古代女子如何修身的要求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下一集我们再来谈古籍中 对女子在夫妇关系中的角色把握 以及如何相夫的要求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